在台东我们有一位陈树菊卖菜捐助学校 在南投也有一位离癌多年的成仇阿嬷 筹款来兴建少年家园 多年来他就这样持续的行善 南投县长李朝青希望为他争取 时代杂志的百大人物 不过阿嬷很低调而且婉拒了 他认为自己只是爱心的桥梁 不应该鞠躬 白发苍苍的成仇阿嬷今年已经80岁 罹患癌症多年 但是最近仍然为了筹筹新建少年家园 刺鼠奔波 默默行善为的就是要导证 社会上许多迷途青少年的偏激行为 南投县政府循着陈树菊阿嬷的模式 想帮阿嬷争取时代杂志百大人物 但是却被他婉拒 这个工作是众人的力量 众人来做 我一周是做人的缺乳而已 我出一支锤而已 所以这个我不敢像这样 阿嬷婉拒了县政府的好意 他认为自己的抛砖引玉 是要让更多的人行善做该做的事情 虽然病痛缠身 他还是积极地争取 希望能够尽快地设立少年家园 要让小孩做红皮班 做烹饪班 少年家园的设立 主要目的是要安置更多迷途的少年 看到最近社会少年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让他更有毅力要持续做下去 好